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定超 今天是小幅度的拉回 拉回好不好 可以接受到这里来 可以拉到1000点下来 就是如果拉回的时候 可以接受 这边可以到22100 对不对 22100可以跌1600点 就是这边23713 跌到这里没有关系 跌到这里没有关系 就是说如果跌到那里是没有关系的 它不会破坏 你要先知道先建立起来 那会不会跌到再跌1000点 这不是我讲的 我是说如果跌1000点没关系 OK 你先接受就可以 先接受 要先接受 你不能说每天都要涨 跌就翻脸了 怎么可以这样呢 对不对 假设有在跌先接受 而且要有 要有那种能耐接受 不要每一天都要希望涨 希望涨也不可能每天都涨 你怎么有那个东西 你如果说股皮 也是个别股在炒作 对不对 个别股在炒作 有时候主力握在手上 那筹码在他家里 那他要涨很久 那没有话讲 那是个别股 个别股 但是我讲这个指数 指数不可能每天都涨 不可能 保证不可能 因为指数有很多个股 那有涨有跌 那乱七八糟 因为这个为什么说可以接受 因为他季线 你注意看 那季线现在是开始 我之前讲过了 用之后可以先给各位看 对不对 我不是说这两天 这两个礼拜是整理吗 因为扩底值的关系 扩底高 扩底高 那既然扩底低 就涨 那这礼拜扩底值这一根 那这里比这里低 那接下来下礼拜扩底这一根 接下来这里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它下跌到季线 不用担心 因为它有保护能力 因为季线往上 这边是季线整理这么久 你看这边整理蛮久的嘛 对不对 那未来会类似像这样 我就跟各位讲过 这边不是有15000多吗 记得吗 15186 这去年不是有个低点 10月25号有个低点 15975 这个记得吗 这是今年过年开红盘的低点 17000 这一条叫季线往上 季线扭转为多方式之后 季线代表三个月的平均成本 撒钩为平均成本 季线 季线代表中线不是短线 你让它走平翻阳 你涨多之后 你看啊 这个季线往下崩盘 这跌6000点 12629 这边18000 记得吗 季线往下往上 季线往上往上往上 多方式 整理 季线走下往平的 这边整理很久 这段时间整理很久 你记得吗 季线让它流转向上为多方式 那你说老师啊 这边幅度为什么这么大 这边比较小 因为这边的整理 是针对这边整理 这边长得比较少 这12600 这边17000 18000而已 17000 对不对 这边当初 当初还没那么高 是不是 17000多 所以这边的整理 是用时间来整理 这每个礼拜的 这不是一天两天 那后来又长这一段 这么大一个 所以它幅度会很大 震荡幅度就会加大 那季线往上 现在季线又开始 所以你可以把它成为这里 这里就很类似像 这里就很类似像这里 形态上不一样 因为它是 之前是一个时间整理 所以它幅度很小 而且那时候指数的点数也少 那现在指数点数大了 台积电每跳一次就五块了 跳四十点 一看 台积电五块五块这样跳 就影响四十点 晃来晃去就是三四十点再晃 你们发现吗 现在指数很少 你就注意看每一天 它都是真的越来越大 就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我要先跟各位建议这样一个观念 就是说 它现在是季线往上 那季线往上 它扣底值是扣底低 所以我才会说它会过高点 如果它不是扣底低值 当然我们要观望 那现在它上去以后 你不用怕它跌 跌的会会像这样 跌到季线又是买跌 你不用怕这里跌 再跌没有关系 跌也是它跌 它要承担责任 如果真的要大跌一千点 台积电要扶植 你知道吗 没什么扶植 当然台积电要出来搭 用太多 对不对 如果说得到季线 台积电就到这里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啊 这里离这里还蛮远的 你满这里满这里都还赚 对不对 这个是季线 这是台积电的季线 这是这个季线 那我现在讲的是说 最大的可能 就是说如果说有什么大的利空 例如说美国最近不是11月初要选举了吗 那到底 到底会不会有出现什么样的利空 我们不知道啊 你知道吗 那谁险上 那你说谁险上就会涨 谁险上就会跌 那那些都是往后的 不要嫁了 你后不准了 猜那个没有用 市场里面它会反应 有时候利多就出近 有时候利空就大涨了 都不一定 就像公布财报 有时候财报很好就崩盘了 有时候财报不好就大涨了 不一定啊 那股票哪有就不是数学 所以你不用去猜谁当选 反正就不是你当选就对了 一定不是你的 因为你没算 那不是人来说 所以 因为我们在 这段时间里面 美国也是这样啊 现在美国也在观望啊 美国现在也是 也不太敢躁动嘛 他其实距离这个天价 历史高点很近嘛 但是他就不敢拼上去啊 对吧 还是不敢啊 你说这 对不对 他还是美国还是要进行一个观望嘛 观望的态度嘛 是够减嘛 对不对 美国也会拉回啊 他也是 对不对 他是 其实他要创新高很容易嘛 不会很困难啊 但是就是 这个多少 多少会先看一下嘛 就是本来就是 超多股票本来就是礼貌啊 当然涨多的股票 当然就是会进入整理啊 够减嘛 你台积电创新高以后 如果不整理他也是要跑到1200 那不是大盘就2500了嘛 我不是算给你看了嘛 我算给你看再看一次 再算一次 你看台积电我们就不用 你也不用算 你就很简单嘛 你就假设到1050来讲 1060到1200 这样150块嘛 一块钱8点啊 将近8点 就1200点啊 台积电如果涨1200点 那大盘至少涨2000 2000点 不是就要掉2500了嘛 老实在台积电会不会到1200呢 为什么不会到1200呢 台积电到1200太简单了 因为它价格价很高呢 它不是200耶 不是500耶 台积电到1200 它只要10%就高了耶 10%耶 快点了耶 不太多的困难耶 你不要以为那很不容易耶 你是没有看过台积电涨停喔 还是没有看过台积电跌停 这天不是跌停吗 这天不是跌停 813这天不是跌停 你不是这天卖的吗 你忘了吗 那天不是你跌停 趕快把它卖掉 不是嘛 对不对 是嘛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说 你不要让台积电跑到1200 那就有点麻烦 我所谓麻烦就是说 你股票如果不算买 台积电跑到1200 大盘就2500了耶 那不是只要2500不是只有台积电涨而已啊 到时候一些股票都会嘀笑的 你知道吗 你如果买这种我就不给你保证了 因为这种会嘀笑不嘀笑 我就不知道啦 这就不是台湾的股票啊 科技50大 哪50大 请问什么叫50大 你写50大我是直接怪怪的 什么叫50大 这永峰投信 这个叫中国科技50大 我来说好了啦 我们台湾这个才大啦 这元大本来它名字叫元大 台湾50 为什么没有50大 谦虚嘛 很谦虚啊 我们那个才大咧 我们的科技股才大咧 我们台积电最大 对不对 有比台积电大吗 中国科技50大有联化科吗 没有嘛 有没有台大电 没有嘛 有台积电吗 没有嘛 有没有回答 没有嘛 超微没有嘛 苹果没有 都没有嘛 为什么叫50大呢 哪50大 你念得出来嘛 你念得出来拿50大吗 中国有什么科技50大 中国有什么科技50大 你还在说政治 我不是在说政治 我是说属性 看实力嘛 台湾实力强啊 科技强啊 台湾IC设计股 No.2的 全世界第一名 是美国第二名的 金元代工兵共啊 我们是很少的嘛 那你说中下游的供应链都不错嘛 对不对 你如果说 你的名字如果取出 元大台湾50大 我就 我就比较同意了 这个我感觉怪怪 永丰中国科技 还科技咧 还50大 为什么叫50大 为什么大 哪里大 小公司怎么大 怎么叫大 没台积电啊 也没联发科 也没红海 也没台达电 都没 也没光达 好 何况是那个苹果 会打都没 好 我们再砍我们再来 我意思是说 不要插这个啦 不要玩这种东西嘛 你老师这会去的 跌枕反弹 跌枕反弹 我们的就不会反弹 咬下去 我们的就不会反弹 我们台湾的就不会反弹 咬下去 我们台湾的股票不是股票 就不会反弹 你期待这个反弹 老师反弹到38 这边到38 你吃较坏的啦 38是假的啦 炒作的啦 溢价200%啦 这本来在38的时候 它的净值就在这里 这边本来就不对的价格嘛 这一趟这趟跑到38的时候 它净值就在这里啦 所以它回来是正常的啦 我前早跟你说过了 不可以买买买买 有没有 有没有跟你讲 听话就得到嘛 如果要買這個不如買這個預價 當時預價說這個預價 這當然也有預價 新掛牌的時候也有一個報價到19塊 這支也是全球航運龍頭 這裡面有長龍 陽明 萬海 馬士基 或摩羅特都有叫龍頭 它也沒有寫龍頭50大 它是野村 這個價格也是預價20% 所以這是不對的價錢 但是很多人衝出去到19塊去買 套牢 這發行價是15塊 所以現在目前這檔股票 是不是回到了靜止附近 正確答案就是這樣 所有的ETF 台灣掛牌不管全世界任何ETF 都必須要在平價差附近 預價折價都要很少才對 不可能200% 10% 20% 不可能會有事 另外意思吧 簡單嘛 我們就講到這裡來 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老實說這樣跌下來 如果跌到這裡 我就說如果跌到這裡沒有關係 何況我認為不會跌到那裏 以這個現在目前的形態來看 我個人的看法 我看台積電都沒有人 我看起來它是不太想跌 台積電人不乾不脆它不太想跌 今天台積電變成不漲不跌 它不漲不跌 變成說出來修理這個 修理它們 其實也不是修理 要換它們稍微跌一下 稍微跌一下 漲這麼多跌一下 漲這麼多跌一下 這很清楚 那這些股票跌下來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那正常的走勢是這樣走勢 你要漲得多跌的少 漲得多跌的少 漲得時間多跌的時間少 這才是一個漲勢 一個多方式 你記得它每天起 敢有可能 所以紅海跌下來好不好 有什麼不好呢 為什麼不能跌呢 跌停板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不能跌呢 你紅海跌下來 跟明天會不會漲有關係嗎 跟後天下禮拜會不會漲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嘛 又不是說今天跌下來 明天也要跌下來 下禮拜也要跌下來 沒有這樣子啊 所以紅海跌下來 對於未來要漲是不是有幫助 可以洗一洗洗一洗 甩教洗盤嘛 籌碼換一換嘛 有些人想下車就讓它下車嘛 要跌得太累嘛 你不要去插它嘛 總是會換手啊 對不對 所以紅海也是 林發科也是 廣達也是 維影齊鴻都是嘛 你看整個人股票 我只是給它排列組合一下嘛 也是一樣這些股票啊 這些股票回撤的時候 你要站在買方 不是就這樣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這門線上 萬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絕對正派經營用 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絕不誇大技巧 第三所有股票 待進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觀察請問一下 因為今天跌得少 是因為台積電 他不想跌 如果台積電跌多一點 那不是早就到月線了嗎 就算最 這個像是投資本你知道 你是要跌下來 這兩天你是很害怕 對不對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有把握買一點 你那些股票可以買在這裡 就隨便講 你看這邊是不是有個買點出來 包含台積電這邊 都有個買點出來 是不是 這兩天不是也一樣有震下來嗎 這裡震得比較大一點 這現在連住了 月線往上 月線扣底值在這裡 所以它如果跌到月線 或者是跌到月線 或是打破月線都沒有關係 它最後還是會守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跌下來 跌下來有沒有關係 跌下來跟這裡有沒有關係 完全無關嘛 跌下來從這邊沒有跌下來 還是要過這裡 跌下來也是要過這裡 你在急什麼 如果有跌下來 那不是就是很好嗎 所以每一次的行情 跌下來你要特別注意嘛 你行情不等待 除非你夠快嘛 敢買敢賣才是鷹派 你跌下來你不要去怕了嘛 像這樣跌下來 其實今天也沒有人 我相信也沒人在怕 因為跌停板的沒幾隻嘛 而且今天跌停板的股票 大部分都漲多了嘛 也不用去討論了 我也不要去講 講那些也無聊 讓別人去講 我講我的就好了 那台積電這一波呢 這一波 你看這一波就從這裡算就好了 不要算這裡也算 這邊就漲了23.8嘛 我是算給你看嘛 漲了23.8% 這跌一點點而已 就沒有兩千錢 跌停板就不夠快 你了解嗎 我還說跌停板不夠快 你有台積電的 你如果買1100的 你不要生氣 我只是解盤而已 我沒有針對你 不過你買1100你也算夠了 太多了 這樣我還要給你學了 你也很厲害 賣1,000也很厲害 賣1,000也很厲害 是說要沒什麼輸贏 你如果說買電話科 買1500我告訴你 你這個我來 正經得到的 很厲害 你如果很厲害 這邊都不買 忍耐一直忍耐 每天都想買都不敢買 每天都想買 每天都不敢買 每天都買下去了 買1500 剛才有大條的 你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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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種人 你這個掉下去 每天都說 不要賣 要不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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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不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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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不要賣 還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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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真是很厲害 市場裡面很多這種人 你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 真的 當然你不會 我知道你是行家 你怎麼會 你的外的觀眾 你都買 你怎麼會 你怎麼賣 這1080 你看 這邊這波也漲了24.5% 一點而已 我都跟你講說 我哪里買哪里賣都講過了 那鴻海 它也漲了快三成 這一波 不要從這邊算 從這邊算 就漲了快三成 浪兩三塊 你也要賣好 你賣這麼多 那不可以賣 這以後都會再過高點的 這都沒有問題 你的目標 是抓這裡就好了 只是說 要不要在這邊以前 先賣一趟而已 不用緊張 這個也是一樣 對不對 這隻也賣得少 26% 賣兩 6點也不可以賣 這隻也是 這漲了40幾% 這漲了這邊 從這邊算 都從最近的算 也漲了40幾% 好不好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如果還有機會 零天或是下禮拜有機會 大跌 你要比較勇敢 你如果不知道買什麼股票 我這幾個股票 你自己研究 找一支自己 教他自己去買 我不會跟你騙 我現在怕你買不到而已 怕你買不到 台灣的股票1800多大 你去買這個要做什麼 你為什麼要買這個呢 你為什麼要買中國科技50大呢 他說拿50大 你跟我講 你去買的人請問50大是拿50大 你只要沒有我聽 那個50大就表示成分股50檔 拿50檔 比如說像00940 對不對 這個成分股你都會背的嘛 當初你在買00940 然後00939 這個成分股你是不是都知道 你都會知道嘛 或是0050那50檔成分股 你也知道嘛 你都知道啊 因為台灣的股票 你都有研究啊 你很內行 我知道啊 你買這個什麼意思 你買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們台灣是不夠平衡做的 台灣沒有ETF嘛 台灣一大堆ETF啊 包含現在債券的ETF啊 價格也都跌下來啦 你為什麼不會去 想說這些股票是不是值得買 研究一下 對啊 現在很多台灣的債券 長期債券的20年25年的債券 這債券的ETF啊 連結美國這些ETF啊 價格都跌下來的啊 是不是 研究一下嘛 你如果不喜歡做股票 你債券你可以研究一下 ETF也可以研究一下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跟各位講就是說 你加入好友Telecom EGOS008 很多我跟你講台積電如果說到 我現在在講台積電如果到1200 大盤就25000啦 那這些全資股一定會大漲的啦 會跟漲的啦 一定的啦 你相信我啦 還有其他的這些高價股 很多的高價股都有像長期性的回檔修正 那個最後都會漲得很快的 這個觀念你一定都知道吧 這個觀念你都知道你要把握這個計畫 很多股票都還沒漲啊 現在買剛剛好啊 現在還沒漲啊很多沒有漲啊慢慢剛剛好啊 是不是啊你總不能漲起來以後就買38.83 有夠好笑的咧 不是很奇怪中國科技50大哪50大 你都不知道半行你怎麼在買 那台灣的股票一千八百幾億 你怎麼不算台灣的股票對不對 對不對 好股票這麼多 你不可以做對我做 我帶你 我帶你進場帶你退場嘛 帶你買賣點我跟你講嘛 對不對 那你要材料會員打電話到公司來想問嘛 今天報告到這裡謝謝各位收看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